字幕 李宗盛 沒有快玩笑 錄音追擊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你們有沒有曾經注意過 你玩的minecraft 可能不是minecraft 你們有注意過嗎 minecraft 有一個留言是說 在萬分之一的登入情況 上線的標題 就不叫minecraft了 minecraft的拼音是 NINECRAFT 在萬分之一的情況 這個E可能會跟這個C顛倒 變成NINECRAFT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過這種情況 我自己是從來沒有注意過啊 所以秋風想測試這個留言 這個都市傳說到底是不是真的 首先我們的測試方法就是 我們進入選項畫面 跳出來之後 這個英文字母會改變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英文字母改變 表示這個標題欄跳了一次 所以我只要一直反覆的按選項 登出選項登出選項登出選項登出 就有可能 這兩個被我抓到它是顛倒的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這樣一直進入登出進入登出 欸 這樣子一萬次 可能就會被我抓到一次了 當然我不可能 自己在那邊登入登出嘛 所以我用了一個輔助程式 自動讓我登入登出 等到這個C和E顛倒的時候 那個系統就自動停止 然後我們腳本測量的就是這個點點 這個有沒有看到這一條是黑色的線 下來有一個灰色的點之後 再來有一個淺灰色 旁邊是一個比較白的灰色 我們就測試這一個點點 當這個點點改變顏色的時候 整個系統自動運作的就會幫我停止 我們就可以測出 到底有沒有問題好不好 到底這個留言能不能成立 是不是真的 我們測試開始 秋風開始 程式自動運轉了 我們就這樣一直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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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最後會不會出現 傳說中的兩個字母顛倒 我的媽媽咪啊 這個彩蛋居然是真的 A I N C E R A F T C E 顛倒了 我的天哪 哇 秋風真的撤出 撤出驚人的 驚人的都市傳說 驚人的事實了 告訴大家 你玩的Minecraft 有可能不是Minecraft啊各位 其實我去查資料 這個彩蛋找在Minecraft的正式版本 1.0版本就出現了 然後由Natch就是Minecraft的創造人 證實說有這個彩蛋 然後當時他都沒有被大家發現 他還沾沾自喜這樣子 哇 我自己發現這個彩蛋的時候 內心還是蠻 蠻驚訝的 你有沒有注意過 你登入的Minecraft 不是Minecraft呢 其實很多人 每天玩Minecraft 每天玩Minecraft 登入Minecraft搞不好 都超過一萬次了 但你從來沒有注意過 上面的標題到底是 CE還是EC 對不對 我們今天的 Minecraft都市傳說大追集 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這個 都市傳說是真的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